吉公菩萨,菩萨姓李,明修元,浙江台州府,天台仙人 赴冤冒春,为人罪辞,仍称为李善人,母王氏 年近四旬,不见生育,遂至天台山国清寺,道佛求子 至松高中,绍兴二年,仁子岁,公元一一三二年,农二月初三日 宁家宏光照院,异乡扑鼻,而菩萨诞生仪 菩萨生儿相貌清奇,幼年聪慧,年八岁,读书过目不忘 至十四岁,四书五经,竹子百家,被诵几首 为喜爱道书,每件经卷,必读之不舍,并通禅礼 年十六,父茂春逝世,守智在家,顾不得应逝 二十岁,母王氏,也撒手西归 菩萨世亲至孝,一旦失事,痛不欲生 绍兴二十三年,癸有碎 公元一一五三年,年二十二,孝满出福 看破红尘,不恋荣华,立志修道 江家寺委托舅父王安寺,至西湖,悲来风,临隐寺 在浙江省杭州市,拜元空长老为师 替度修行,法明道祭 元空长老别号到清和尚,一称达功 菩萨自在度世,心想修行,不是单修内功便可圆满 所以到处云游,为方便度世,济阳为癫狂 是应称为济癫僧 在数十年间,遇有患难之人 无不劫其力,而替人消灾解恶 无此困穷,既不重名,也不畏力 故有活佛之称,是传一击圣火 言之不尽疑 菩萨于颂礼中,少定二年,即丑岁 公元一二二九年,做事 寿九十八岁,藏湖袍塔中 在浙江省杭州市,大慈山,五跑寺,菩萨林中 坐祭约,六十连郎起,东壁打倒西壁 于今收拾归来 依旧水连天壁,入灭后有僧,寓于六合塔下 在今浙江省杭州市闸口,前堂将叛 父夫书归有,一席面前当一剑,至今有绝骨毛寒 只因面目无人事,又往天台走一番之巨 盖大菩萨成愿再来哲也 按吉公菩萨释传为金罗汉降生 我们一般一般苏日日百姓 是一般苏日百姓,是一般苏日与仲人 离家被祖出 但依族离家里不是,依族都是一个羞уб权人 他先羞уб权都,后来出来团队论獰 人家崇拜新鮮 我通常是出的團隊 是沒什麼成就 因為我學本錢 後來當我理教室 他教導 所有的道理都理教室教我 所以我準備教室的教導 出來感動 真正存在就對了